瑞翔高中智慧農場介紹 首先看到這是我們用3D裂術做出來的這個牌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智慧型農場在共生的一個設施 那這是用一個拔燈的一個裝置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邊魚池的介紹 這邊就是我們養魚 魚池 我們這邊養的是那個錦鋁魚 錦鋁魚 然後我們可以用定時的胃放飼料 那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連通管進來 這是它的消化桶 消化桶裡面放的是生化煙 然後我們的沉水馬達水打上來 打上來之後可以看到這個水管 這邊 水管流進來這裡 那這個第一道 這是我們的第一道就是用的火山鹽 這個火山鹽跟發泡鏈子 來就是讓我們的消化菌有更多附著跟計畫水質的功能 那在這邊我可以做戒指根 這個種的是秋葵 這個是苦瓜 然後這個是那個 俗稱叫菊鋸 叫麻糬 然後呢 這個下方 我們還放了一些木頭 增加一些礦物質跟進化 也讓消化菌有附著的地方 然後這邊種了就是乾脆講的菊鋸 然後現在我打開給各位看 在這個下方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它的根系 根系在這個地方 然後水質 然後呢 水質下來之後 它會回流 再回流到我們的魚池裡面來 魚池裡面來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這是我們瑞翔高中 有一個專門的這一個的教學網站 就是智慧型農場 那我們就有發展了 有寶特瓶魚菜 也有所謂桌上型跟吃不飽的桌上型 還有就是潮汐線下的這個魚菜系統 因為我們相關的QR Code大家可以看 好可以看這個這裡 這一個就是潮汐 潮汐的一個小型的魚菜控身 那我跟大家介紹電力 我們上方有一個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發電之後呢 來看到這邊 到下面 然後給它蹲下來 這有一個太陽能的控制器 太陽能的控制器 我發完電進到控制器 控制器它會告訴你 它是否有過沖或過放 然後電會回到我們的地理 蓄電瓶 那蓄電瓶這邊 我們再外加這個叫逆變器 逆變器 逆變器就是把直流電變交流電 它是12V到24V的直流電 轉成110V的交流電 那我們再透過這個叫定時器 開碼定時器 那我不讓它設定30分鐘可以抽馬達 30分鐘馬達是暫停 那這樣它會產生你的潮汐現象 有水跟沒有水 有水跟沒有水 那這樣讓植物的根系可以生長得比較好 好 那以上這個地方就是 瑞翔高中植衛型農場 跟大家做介紹 好 這個模範